对你来说 澎湖在你脑中的印象是什么 是一望无际的海岸线 是夜间璀璨炫目的花火节 以上你都能在澎湖看见 但其实最能代表澎湖的是石湖 我觉得澎湖就是一个小海岛 那我们最有观点就是跟海 那在以前还没有船只发达的时候 其实一年澎湖人的捕鱼的渔获量 以前我做过统计 70%都是来自于石户 就是石户这件事情 它昨天有介绍它除了 就是它是一个 不只是一个捕鱼陷阱 它有点像是家族的一个主产 它是可以做 交我今天欠你钱 然后我真的还不起 我可以用石户还你 或是它变成女儿的嫁妆 然后它因为它一个石户 也需要很多人力 所以它可能是两个家族 十个家族去共同建造的 那它们以前还会有一个契约 就是写今天轮流你们家族去巡护 明天下个潮汐轮到我们家族 所以从这些的历史迈入来看 是可以看到 以前人蓬如对石户的重视 对啊 因为它也会一代传着一代下来 就像是我的家族一样 从我就是 我们家的先祖来 然后传到我 阿祖阿公我爸再轮到我 就是中间就经历了五代 只是到我爸那边就断掉 因为我爸那时候就开始有机械船只嘛 所以我以前会不知道原因就是因为 他们觉得那个东西没有再提及的必要了 不然我爸以前小时候也是要被叫去板石头了 澎湖县目前约有七百多口石户 但因为新型捕鱼技术的出现 加上近期海洋资源渐渐枯竭 让这项传统语法 不再具有经济效益而视为 甚至有传统的石户堆叠技术也出现断层 能够修复石户的师傅也渐渐凋零 身为澎湖人的杨富慈 有感于澎湖特有的石户文化即将消逝 他开始向石户师傅讨教 修复石户的技巧 那时候是我看到石户它其实是一个很壮观的东西 可是它因为它破损了嘛 那我也很明明就知道它不认识我 我就想说不然来修复它 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个这样的起心动念 然后想说好那我来修复石户 可是就要开始修的时候就发现 我对它完全不认识啊 我要去找谁会修啊 然后谁认识石户 然后那时候就上网去查了很多相关的一些文献 然后知道这些过去在研究石户的一些学者 然后慢慢透过他们的一些书籍等等 去爬出一些资料 然后就找到会修石户的匠师 然后在同跟匠师修复的过程中就慢慢的 对石户去产生越来越多的好奇跟疑问 对于杨富慈屠如其来的拜访 石户匠师岂先感到意外 甚至无法理解为何会有女生 会想来学习石户这项吃力并且即将消逝的记忆 那时候其实就是人家给我一个电话 就一个手机号码 然后跟我说你可以联络这位红师傅 我那时候就很紧张 然后我还想算一下 就是可能就是朋友这边的长辈应该会 午觉起来大概三四点这样 然后就四点然后打电话过去 我就说喂师傅你好 他说他用台语说有什么事吗 然后我就说我想要那个修复石户 想要找你一起来修 然后他一开始好像觉得快要回答不出来的话 他说他他说他一开始就说 你是学生是要做研究吗 还是学校的计划只是你是助理这样子 我说没有是我自己想要就是 学习这样修复的工法这样 然后我就去找去找他 他还是觉得充满了疑问 然后一看他都闷 他们都其实都不太讲话 因为就在观察我们这群年轻人想干嘛吧 修复石户的工程并不简单 除了石户匠师得观察潮汐阳流的变化 利用退潮之间的空隙进行修复外 每次修复还得搬运数十块的石头 填满被海浪冲垮的石户脚 这对于身为女性的养父词来说 人是无法避免的生理障碍 有啊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有 我很多面向是没有办法克服的 例如说那个石头就是比较重 我体力上我真的没有办法去搬 我也没有办法亲自的下去做一些步骤的工法 那时候我就在想我要怎么样才能去做 我就把这个角色变成是一个 帮我来当一个记录者一个调查者 然后当然我也会尽量去学习一些 我自己可以附和的 我自己在这边之前有克服的 自己心里蛮多上面的因素 因为像他们在进行这个工作 大概三小时嘛一个退潮时间 可是你要想你要一直搬一个很重的东西 持续三小时 而且那个环境是不舒服的 就湿大大的嘛 可是我可能大概到三十分钟后 我就没力气了 修复石户耗时耗力 甚至修复一口石户 需要为数不少的经费 即便杨富慈有心向石户匠师讨教 人无法跟上石户文化消逝的速度 因此杨富慈念头一转 为了让石户文化能够传承 也希望澎湖的年轻族群 找到对岛屿的认同并且愿意留下 富慈渐渐地把年轻族群 带进了这项修复石户的文化里 我就把我自己的角色定位在于 就是那我来做记录跟做调查工作 然后来去想怎么把这东西有系统化的去整理出来 对然后那时候就想说 这些师傅他们也很老了嘛 其实也需要有找一些有兴趣的年轻人来学 我就想说找师傅他们一些后代 那我自己讲的时候就变成说 其实这些师傅他们是不太会教人的 因为他们会觉得 有些东西你本来就会 有些东西其实不太需要讲 就或者是今天跟你讲了很多这些 可是就忘记讲B 就是然后 我就是想说好 那我就来帮师傅他们把这个SOP建立起来 就是透过两年跟他们修复两座事物的观察 那我变成一些纸面上或者是立体上的角局这样 成立立岛出走工作室后 父慈除了修复实户外 更重要的还有传承 以及实户足迹的记录 让修复实户这项工作面向更加多元 我们其实就是主要分就是 主要是四个区块 那刚刚其中两个就像你说的 就是修复工程嘛 然后青年僵尸的培训 然后跟就是办一些跟观光业结合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资料库的调查 就是主要昨天的计划的发表 因为那时候其实这件事情是完全没有引力的 只是我们在修实户的时候 产生的一个疑问是 我们当天那时候去现场勘查 本来要修的实户其实是比较完整 然后还有人在使用 可是我们空拍的时候就发现 诶怎么这两个实户的旁边 有一个像人为有排列的石头的残疾 有点像实户 所以我们不敢肯定 因为现刊你 其实你看不出来 就像一堆石头散落在那边 可是空拍的照片其实很明显 然后我们就去问当地人 就发现 诶这个实户其实有一个名字 可是其他的资料是完全没有的 所以我们就好奇 那全棚屋究竟有多少 就是这样被遗弃的实户呢 所以我那时候就跟我的伙伴 主要这个业会说我伙伴负责 就我们想说用空拍机来进行 全棚屋的实户调查 面对一开始参与实户的修复 记录 到后来把年轻族群带进海中 甚至成立了澎湖在地的 离岛出走工作室 全力将实户作为一项事业在经营 起先对旁人来说 总是物理看花 但杨富慈与工作室所扮演的角色 就像是座澎湖跨海大桥 搭起了新生代 与老长辈们的时代对话与交流 从实户修复的体验 让年轻世代有机会开始聆听 旗老们的知识与经验 旗老们的心境也渐渐的年轻起来 我觉得跟社区之间是 第一个事情是 师傅他们在那个小雨村 其实是我包括我自己 我以前我是澎湖人 我也没去过 我也没听过这个村叫红罗村 那时候说这是哪个村 他们连路口标示都很不清楚 后来进去之后 我就觉得跟他们相处其实是很 之间的生活其实是很单纯 我就觉得怎么会有这么愿意 还单纯而且还用一些传统的语法在捕鱼的人 然后跟他们相处之后就发现 他们对年轻人也很友善 可能因为那边都老人吧 然后没看过这么多年轻人 就觉得他们的生活自己会觉得好像变有趣了 然后自己有个阿伯来说突然你们来 我都觉得我的那个年纪好像活到变成十几岁一样 就是变得很心态变得比较能够去接受很多事情 这几年透过离岛出走的努力 不仅澎湖人有了全新的角度来欣赏石户 也吸引了不少国内游客到澎湖学习修复石户 甚至有国外的学者前来取经 杨富池透过石户的修复 除了修复澎湖人与海洋的关系外 更拉近了世代的距离 石户紧密地扣连所有人 让大家找回对海洋的记忆 我觉得澎湖就是 它是一个 我除了它好的地方 其实它有很多很迫切的问题 它其实是很多议题是需要 有人去替它发声 有人去为这件事情去努力 然后我觉得 能够在澎湖成长 或是身为澎湖人是一件 很幸福的事情 然后我认为年轻的一代 其实是很有能量的 那我们可以把这股能量聚集起来 然后带来澎湖一个新的样貌